陈乔恩都算得上偶像剧的鼻祖 出演过很多偶像剧而走红 被称为偶像剧女王 不仅人长的一副女主脸属于是比较清纯 这些陈乔恩在事业上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 但在38岁的他在感情还没有自己的归宿 着实让很多粉丝都替他担心不已 陈乔恩是个乐观的女孩 虽然因为酒驾被捕 陈乔恩也发出微博向所有人致歉 大家都说不要酒驾这样太危险了 还有网友评论改掉错误还是会一直喜欢他 已经38岁但不论是长相还是身材 看上去都像是一个18岁的少女一般 对于感情上的事本人也一直回应看缘分 顺其自然一点都不着急 也是陈乔恩这么优秀 而且还长得那么好看 这种事要是换成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太着急吧 至今陈乔恩处到多年 在感情这方面却有些坎坷 如今38岁的他至今都是孤身艺人 唯一公开过的男友也就是只有老干部霍建华 陈乔恩和霍建华这一对曾经的情侣 令不少网友感到可惜 二人原本金铜玉女天造地设的一对 终究没有能终成郡属 虽然如今霍建华已经娶了林申如 但是关于他婚姻不幸的传闻还是此起彼伏 而霍建华看见陈乔恩的表现也让人浮想连篇 网友说是陈乔恩的要求太高了 不过对于爱情这种东西确实是应该要随缘 其实陈乔恩还和一个人交往过 他是娱乐圈的巨星 相信大家很多看过他和成龙主演的电影 并且被他吸引过 他就是古天乐 据古天乐好友透露两人很相爱 古天乐甚至表明把他当作结婚对象 陈乔恩也为古天乐辞去台湾的经纪公司 改签香港的信号公司 那是陈乔恩就算是内地陆戏拍戏 但是由于长期相隔两地不能经常见面 时间一长陈乔恩难免心胜不满 渐渐的两人的关系也有些紧张了 最后还是分了 而古天乐和陈乔恩分手后 古天乐与国彩杰的迷恋绯闻被爆 两人曾经合作过2015上映的电影《巴黎加七》 之后古天乐也滋滋了由国彩杰所饲演的电影 因此两人传出绯闻 而且绯闻一出也是备受祝福 毕竟国彩杰出道多年一直认真拍戏 也没有啥绯闻 网友们聚呼在一起 两人很是般配 2008年的汶川地震的影响 古天乐成立了古天乐慈善基金会 基金会成立后三年内 古天乐在内地修建了49所学校 20多间医疗所 50多个水教口 这三年古天乐捐出慈善馆接近2500万 古天乐捐款并不像其他明星那样很高调的去捐款 他总是默默的在帮助那些需要的人 经常像从去了解那些贫困家庭 从而根本解决问题 对此不少网友对他都非常的佩服 有人戏称古天乐是娱乐圈最穷的巨星 没有豪宅豪车 只有90多所希望小学 说到陈乔恩这一个偶像剧女王 相信没有人会感到陌生 演那么多傻白甜的角色 陈乔恩早就已经深入明星 虽然早前有人说 陈乔恩早已经遇上了他演艺事业的瓶颈 不过他依旧是那么的受欢迎 因为他始终是一个很有灵气的演员 不得不说陈乔恩已经38岁的演员 却依旧延迟在线 也能够称得上是性感和不老于一体的女生 有始至终 陈乔恩都给人一种不造作的感觉 可惜的是准备奔死了他 依旧单身艺人 虽说现在圣女已经成为一个褒义词 但是眼看着其他的黄金圣女纷纷出嫁 还不多不少会眼红羡慕吧 其实陈乔恩真的很优秀 也曾经拥有过轰轰烈烈的爱情 早在2003年与霍建华拍千金百分百音细生情 当初不论是霍建华还是陈乔恩都否认在一起 直到分手之后半年 霍建华才说出当年和陈乔恩相爱过 虽然剧情很狗血 但是能够和霍建华在一起 陈乔恩定然是有过人之处的 后来两人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 一起合作笑傲江湖 被外界指出极有可能旧情复燃 在时间的沉淀 陈乔恩变得更加优秀 而霍建华也都变得更有男人的魅力 只不过现实再次与网友所想的背道而驰 两人尊敬还是有缘无分 错过对方 至于分手原因 霍建华曾在一次采访中说过 他要的太多 我无法付出 原来陈乔恩是一个十分依赖另一半的女子 而霍建华当时有着自己想要发展的事业 更多的中心是摆在自己的工作上面 而相反 陈乔恩是需要霍建华每天汇报自己的大小事 正是这样霍建华才受不了他的吧 有人说陈乔恩这样的性格 都是跟他小时候成长的环境有关 但是不管怎么说 强扭的瓜不甜 或者正是这样错过霍建华 陈乔恩才有机会遇上以后 自己生命中那个对的人 因为童年阴影的影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陈乔恩都患有人际交流障碍 甚至因为这样的性格 也让他吃了不少苦 陈乔恩就是那一种外表刚强 内而柔弱的女子 而霍建华同样是一个性格比较孤僻的男人 所以也是需要一个像林心如这样的女人在身边 后来38岁的霍建华 遇上自己的幸福林心如 相信不久的将来 陈乔恩也能遇到自己的真爱 同样38岁的陈乔恩 依旧一副少女的模样 无可否认霍建华没有最后选择 陈乔恩也不能说明陈乔恩不优秀 相信日后 陈乔恩定能遇上一个爱他疼他的白骂王子 少女不是一个什么贬义词 因为你足够优秀 要求更高 才导致在感情上晚一点 祝愿陈乔恩早日多谈吧 恋爱是一件需要天时地利人和都配合得当的事情 天时和人和和自然是不用讲 他不对有或者遇不上的都不可能走到恋爱那一步 而最难得的就是地利 可以说是不少恩爱的情侣最终都败在了异地恋这件事上 常人如此明星更是如此 11月19日 女儿们的恋爱官博更新了下一期节目的预告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相处之后 陈乔恩依反之前小心翼翼抗拒恋爱的态度 主动拉近和艾伦之间的关系 眼界女神态度有松动 二人最终可成眷属 在参照上陈乔恩挑明了异地恋这个现实难题 没想到艾伦却在关键时候退缩了 在最早的几期节目中 陈乔恩很明显比较抗拒恋爱这一种话题 无论男嘉宾怎么花心思 陈乔恩都是很有距离感的接受并且道谢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不断的被缩小 陈乔恩也在所有网友的见证下 从抗拒的小词汇变成了黏人的小猫咪 在这一回官博放出的预告里 我们也可以看出 陈乔恩对艾伦动心不了抗拒了 当两人在海上看到海豚的瞬间 陈乔恩激动地握住了艾伦的手腕 乔恩握住艾伦手腕的瞬间 艾伦也不负众望地回握住了陈乔恩的手腕 尺度掌握得刚刚好 眼看着眼前的女人像个小孩一样笑得开心 艾伦也跟着赞言笑了起来 阳光海绵幸运海豚 再加上一对相互动了心的男女组成了 天地间最美好的画卷 瞬间两人之间就没有什么距离感了 女人和男人的思维不一样之处在于 女人喜欢设想未来 把好的坏的全部都提前想好 免得遇上了的时候手忙脚乱 男人的多数想法就是走一步看一步 陈乔恩和艾伦他们俩就是这样子 陈乔恩明显动了心之后 他就会想以后的事情 比如参作上聊天的时候 陈乔恩就直接说明了他们俩之间的问题 异地 在说到距离两个字的时候 陈乔恩很小心翼翼 但是艾伦领会到了 不知道是不是在思索这个问题 曾伟昌醒酒的时候明显手顿了一下 说话也没有之前那么健谈 他略有迟疑之后慢慢的说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陈乔恩又进一步的问他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他的第一反应还是去倒酒 并且回复说我不知道 我没试过 艾伦的所有举动似乎都在暗示他有退缩的意思 毕竟他加大夜打 不可能轻易为陈乔恩放弃视野 艾伦的这一戏操落 全部落在了嘉宾视中 众人的眼睛里 三位观察嘉宾表示两人估计要凉凉 郑爽的爸爸直言 陈乔恩和艾伦不在一起的可能性更大 而郭碧婷的爸爸也觉得 陈乔恩讲明白的异地问题 男嘉宾做不到 而陈乔恩的爸爸此时也陷入了沉默 估计也是在为女儿揪心吧 陈乔恩挑明异地恋难题 他心动了 但男嘉宾却退缩了 如果光从节目预告上看 大概都会觉得男嘉宾因为异地恋的问题退缩 不过介于节目组一贯的神奇操作 也许这一次的预告也是被故意剪成这样的 可能等到正片播出的时候又会出现大反转 陈乔恩和艾伦到底能不能走到最后 大家一起拭目以待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